广州这一座山庄连续三年蝉联大陆最贵豪宅榜首 打败了上海的汤城一品 最便宜的一栋都要台币两亿三千万起跳 只是这最贵豪宅完工已经五六年了 最近才开放预售 也引来外界质疑说开发商是不是故意吸收养地 趁着房价高才推出准备大捞一笔